今天咱们来做水煎包 猪肉萝卜馅的 面是发面的 要想煎的焦焦脆脆 煎锅里一定要放上油呀 饺子和饺子接触的地方也要刷上油 因为它是发面的 膨胀起来会粘在一块 放在锅里先把底部煎到微微变黄 然后再放面粉水 然后就可以盖上盖子 听见锅里面劈着啪啦 那就是水分没了 看看焦焦黄黄多诱人呀 大量菜 一个 好 金兰花 拌圆葱 再来个螃蟹 两个猪肉 水煎包 两盘 热我整整 好的家 中午好呀 我们又要开饭了 开饭了啊 我先喝一 今天这糊又有点厚了 厚了 行 嗯 你看太厚的话 它就会结这种皮了 好吧 喝 挺好 香啊 豆子的纯香味儿 什么豆 炸什么豆的 好喝 大白豆 小红豆 黄豆 花生 还有枸杞 黄豆没有 你这个不听客的叉声 有啊 有啊 再吃过凉菜 我要先吃水煎包了 是 有没有河南的宝贝 水煎包是不是起源于你们那儿啊 嗯 嗯 这凉菜也好 嗯 好好吃啊 今天老许不让多放肉 所以放的萝卜就很多 这才好嘞 清淡 下次我再加肯定多放肉 不好 你不得加的时候 嗯 这套个人有点好 嗯 素脆 脆香脆 嗯 好吃吗 鸭痕不好不行 咬不动 呵呵呵 咬不动吗 我能咬不动 我说 那也能咬动 它也不是 对 硬呢 把我们吃 脆 嗯 发面的 嗯 嗯 水煎包必须上天啊 嗯 嗯 你这边 你没加水油啊 也不加水煎包啊 我看 加水了吗 加了 哦 加了 水煎包必须得加水啊 哦 我说你全加油了 就是把对嘎巴烙出来之后 加面水 稀一点的 就可以 好吃吧 好吃 嗯 哪是起于河南啊 我不知道啊 你不出来吗 因为经常看到河南水煎包 哦 没有说 什么黑龙江水煎包 没听说 辽宁水煎包 也没听说 有样全撒住菜 东北全锅包肉 对 东北锅包肉最出名 宝贝们都吃过锅包肉吗 小姐在摩果 嗯 对 是 这炉的粉条 嗯 管得上 嗯 哈哈哈 一炖一大盆子 我拌凉菜可以吗 嗯 不咸吗 不咸 你帮给你 这凉菜 嗯 这凉菜是西兰花 木耳 嗯 胡萝卜 圆葱 还有香菜 嗯 挺香的 嗯 烤螃蟹怎么样 嗯 花香 今天早上在 就买了两个 早市 就买了两个 嗯 都在做六三个 嗯 可以吗 不是说特别好 不咋地儿啊 嗯 你搬 哇 这个怎么 哎 这个能好点啊 今天这凉菜 是用我炸的那个料油拌的 哦 嗯 上次包那个 上次干什么 啊 鱼肉丁那个料油 那个料油的用处特别大 拌凉菜炒菜拌馅都行 你用不完就放在那儿它也不会 但是时间长了它那香味就飞走了 这壶可比那个买的那个什么黑芝麻壶 有冲的那橙袋的 好喝多了 对 自己多做好 嗯 好了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视频 别忘了给叔叔和阿姨一键三连呀 拜拜 拜拜